南部横贯公路由台南县的御井家越过中央山脉到台东县的海端家全长一百七十公里 民国五十七年七月先从西段动工 中段因为高山测量困难从五十八年施工的 一些年轻的公路工程人员和几千位退役的荣民 在海拔两千多公尺的高山上从山峻里 悬崖 峭壁 之工非常艰险 除了国防军事和交通运输之外 这场公路的完成还可以开发沿件的森林 矿产以及农业和区域事业 增加民众就业的机会 同时沿途的风光雄伟也是一个发展观光事业的地区 今天如公务局快车试车结果 情况非常良好 即将开放通行